提到潘六姐,大家想到的肯定是《水浒传》《金瓶梅中》那勾引小叔《毒害亲夫》的不争夫人 从古至今,潘六姐似乎成为了一个备受世人唾弃的反面形象 令人奇怪的是,作为男人群戏的各版《水浒传》,在筹拍时,潘六姐的选角都成为了一大噱头 潘六姐扮演者的好坏也决定了这个版本是否合格 作为禁书之首的金瓶梅,也成了各种时尚片最热衷翻拍的最佳题材 由此产生了不同版本的潘六姐,也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酒吧版《水浒传》中,王思义饰演的潘六姐给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被评为最经典的潘六姐 甘婷婷评纪2011年《新水浒传》一炮而红 可惜他心运不济,之后鲜有能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 温碧霞也曾在94年的无线电视剧《恨索金瓶》中出演潘六姐 该角色也成为他演艺生涯的代表性角色 杨思敏也曾在《新金瓶梅》中扮演潘六姐 以至于观众将他和潘六姐画了等号 1987年,关锦峰知道张国荣,梅艳芳主演的《烟之口》大获成功 票房口碑双丰收 男女主角相约殉情,却意外阴阳两格 让死去的女主苦苦等待男主50年的爱情故事令人唏嘘 泰迪·罗宾秀到前世轮回题材电影的商机 邀请《烟之口》的编剧 同时也被誉为香港才女的李碧华 编写一部同类型的电影 李碧华巧妙选用了自己的一部小说 故事正取材于大众熟知的潘六姐 西门庆,吴大郎等人的爱恨纠葛 更是破天荒,为千年饮腹平反 这本小说在出版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西门庆的扮演者单立文 更是凭借此片树立了自己 西门大官人专业户的地位 王祖贤与单立文、林俊贤 数场令人精掉下巴的激情戏 也让此片成为王祖贤 众多作品时尚颇大的一部 废话少说,就让叉叉为您带来王祖贤的这部 潘六姐之前世今生 潘六姐不愿转身,是要找武松报仇 被武松杀死 伸手溢出的潘六姐来到英曹地府 在奈何桥即将和下孟婆汤之旗 潘六姐突然反悔 她打翻孟婆汤,跳入未知的轮回世界 时间来到六十年代的中国上海 潘六姐转世为双清早逝的 潘金莲在芭蕾舞团猎舞 团长基于潘金莲的美貌将其强暴 作为受害者的金莲 反倒被下放到农村造鞋场 在这里她结识了一表人才的吴龙 出于朦胧的爱意 金莲将一双球鞋送给了吴龙 却被场里人批得为不知检点 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 在巨大的压力下 吴龙并没有替金莲解围 而是顺应他人的旨意 抽了金莲两个耳光 心灰意冷的金莲只得离开这伤心之底 直到八十年代改革时尚 她遇到了从香港返回内地的商人吴汝大 汝大羡慕金莲的美貌 向金莲求婚 并不爱这个小矮子男人的金莲 不堪相邻的风言风语 答应了汝大的婚约 在婚礼当天 汝大的奶奶并不喜欢金莲 反倒说她是狐狸精 好在汝大对金莲呵护有加 这才没让金莲难堪 好巧不巧 汝大的司机正是许久未见到的吴龙 原来这吴龙和汝大是同门兄弟 吃住都在汝大家中 面对于成为嫂子的金莲 吴龙自觉惭愧 随着在香港时间越来越长 纸醉鸡迷光怪陆离的生活 让金莲时常能想起一些前世的记忆 面对金莲的各种暗示 勾引 吴龙一直在努力克制 热脸碰到冷屁股的金莲 正巧碰到在开派对的设计师Simon 作为西蒙庆的转世 身性潇洒 前世就有孽勤的两人又勾搭在了一起 为自己一时糊涂 悔恨不已的金莲 屡次三番受到Simon骚扰 Simon更是借着在汝大老宅拍照为名 公然找到金莲 Simon调戏金莲的场景 被吴龙看到 吴龙不以为金莲对大哥不忠 可汝大还称凶到底 奸诈的Simon给了汝大几粒壮扬药丸 在汝大家的书房里 金莲看到掉落在地上的金平美 前世勾搭西门庆 毒死吴大郎 被吴松杀死的情节 一幕幕浮现在自己面前 众人发现 吃了药丸的汝大没有了呼吸 气急败坏的吴龙是要找拼命 吴松怒杀西门庆的戏码 在金莲脑中不停闪现 他急忙来到Simon家 正好看到吴龙将Simon摔下楼 同武松西门庆的前世遭遇一模一样 金莲误以为 吴龙下一个要杀的 将是自己急忙去车逃离 情节之下 金莲撞伤吴龙 弥留之际的吴龙 表达了对金莲的爱 在漫天飘落的金平美书业中 金莲松开方向盘车子 撞向山脚 金莲和吴龙被车子爆炸的火光包围 结束了自己的蹉跎一生 与其他影视作品 潘六姐一脸魅样不同 王祖贤版的潘六姐 荡而不骚 前世潇洒的本性 时不时影响到金身的性格 现代生活和古代过往的切换 使金莲在风骚和金尺之间来回过渡 也导致了她的双重性格 嗜好三寸金莲的西门庆 极尽猥琐 癫狂 爱妻如命 又深信胆消的吴大郎 内心喜欢金莲 却伦理道德拼命压制的吴松 在电影中 男人都是病态的 影片似乎在解释 潘六姐之所以被视日看作淫妇 却是由于社会对待性的压抑扭曲 和极端的男权主义作祟 错的不是我 而是整个世界 这才是潘六姐之前世今生 和其他作品主题最大的不同 影片除了拍出王祖贤 古装造型 一如既往的美外 并没有将电影的性别矛盾 着重刻画 导演罗卓瑶虽然是女性 但是却没有拍出女性的独特魅力 拍女性题材电影 还真的属徐克厉害 西门大官人专业户善理文 自有喜欢音乐的善理文少年 便参与乐队蓝战时 更是被誉为香港最厉害的 贝斯手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善理文和皇家居是挚友 皇家居去世后 善理文就是台官人之一 由于潘六姐之前是今生的出色表演 善理文获得金像奖提名 得到了很多演出机会 可惜西门庆成为他私不下的标签 之后但凡是涉及潘六姐的内容 善理文首当其冲 他也曾数度参演时尚片 和徐景江 曹查理等人 一样成为时尚片代言人 除了西门庆 善理文多揭演一些 形势猥琐 激进癫狂的配角 这和当时香港电影过火夸张的氛围相得一整 陈世恋人中 善理文又和王祖贤再度合作 扮演他的表哥 成为影片的喜剧担当 善理文作品不多 但其中的角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善理文和梅艳芳的爱情 更是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两人因为各种原因宣告分手 之后善理文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胡贝卫 两人相恋二十年 但一直没有孩子 房间盛传是由于善理文扮演西门庆次数太多 导致不语 这传闻真不靠谱 印象中善理文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是在综艺节目《我是歌手》中担任贝斯手 这才引发大众关于他传奇一生的回忆 虽然善理文一直想撕掉过去的标签 可惜他永远是我们的西门大官人 再继续 再继续